香港学者戴耀廷联合报系资料照分享 香港学者戴耀廷因发表港独言论而遭到香港和北京当局谴责 泛民主派多个政党今晚集会神员并支持言论自由 戴耀廷指北京的做法是分化港人 他会继续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集会由民间人权政线和泛民立法会议员合办 晚上在立法会大楼外举行 他们认为戴耀廷在台湾发表的一番言论属于言论和学术自由范畴 他们批评香港和北京当局不断攻击戴耀廷 损害香港的言论和学术自由 现位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的戴耀廷也出席了集会 他向媒体说 期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能解释清楚 他在台湾的言论如何构成鼓吹港独 以及为何有人更明确支持港独 但政府为何只针对他发声明 戴耀廷说 如果政府不能解释以上问题 会令公众质疑事件是否涉及政治动机 他并说 过去一周受到文革事批斗 心情沉重 并指北京方面不断在港滑红线 是要分化港人 他说将会继续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泛民多名立法会议员先后上台发言 反对以言入罪 并指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 促进社会各方坚守原则 各大专院支持学者进行学术讨论 时不受干预 集会于晚上七十开始时 现场约有数百人 他们高呼称言论自由 称学术自由口号 在要挺早前到台湾参加一项论坛时 曾表示香港可以考虑成为独立国家 香港和北京当局随即发表声明予以谴责